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第三种 前两种都是自动曝光模式了 第三种和第四种 光圈优先和快门优先都属于半自动的曝光模式 我们控制一部分 机器控制一部分 就叫半自动 最后的手动曝光模式是全手动 跟自动就没关系了 在半自动的曝光模式里面 光圈优先和快门优先里面 我们可以兼顾这两边的优点 既有自动那么方便 又有手动那么灵活 同时它既没有自动那么不自由 也没有手动那么不靠谱 所以它是一个最优质学 是最常用的一种曝光模式 光圈优先模式 它的缩写字母是A或者AV 就是Aperture或者Aperture Value的意思 什么是光圈优先呢 单词是这样写的 Aperture Value就是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优先的选择光圈来进行拍照 快门我们就不管了 相机自己去算 这就叫光圈优先 或者换句话来讲 就是人来控制光圈 相机来控制快门的这么一种模式 它的作业字母叫AV 所以佳能直接写上AV 尼康的C字如今 它就写个A 就是Aperture的意思 这个A容易让人误会 因为我们相机上有可能有三个A 一个A是自动对焦 手动和自动对焦的切换杆 会有一个A 有的写得多一点 会写AF 是吧 Auto Focus 那还有一个是Auto的曝光模式 全自动曝光模式 也是A 是个小绿矿里面写了个A 对吧 它的图标有一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不要搞混了 这个A是在M和S和P之间的那个A 它是曝光模式中光圈优先 这一种 那光圈优先学起来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因为我们使用起来 它很方便 所以学起来 理解起来 它当然也是很方便的 我们之前已经给出了这个公式 对吧 正确的曝光量 等于光圈的大小 乘以快门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光圈的大小呢 现在只要是由人来控制的 快门是由相机来控制的 这就是光圈优先 我们把它列在列表里面来看 这有三个轴 分别代表光圈快门和感光度的数值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在光圈的左边 现在是一个小人 是人来控制光圈 就是你来控制光圈 然后相机来控制快门 感光度这个东西呢 感光度这个东西呢 到底是人来控制 还是相机来控制 其实都有啊 这两种情况都会有 我们现在还没有学自动感光度 后边我们学宽门优先的时候 才会提到这一点 所以现在大家先忍一忍 我们继续往后看 那到底怎么样使用光圈优先呢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理论 也来一点实际的啊 来看一看一些实际的案例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想用大光圈拍照的时候 想拍出这样的照片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光圈的照片 因为背景是非常模糊的 对吧 那么我们想要这个效果的时候 该怎么样设置我们的相机参数呢 为了让这个案例啊 更真实一点 我们现在还需要干一件事 就是你发现没有 在你的相机上 光圈没有这么多档 它只有中间的一部分 咱们那个光圈的 不可能有这么多 一般是六档啊 到八档左右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取中间的六档 2.8到22 这六档 假设就是你的镜头的光圈极限了 最大2.8 最小22 已经没有更大和更小的光圈了 同时感光度 可能我们的相机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把两头砍掉啊 这个看上去这个案例 就会更真实一些 好吧 现在我们来看 在使用5.6的光圈的时候 这股定率怎么来的 拍脑才都来的 我就想使用5.6怎么着了 是吧 我把这个数值 一告诉相机 感光度 我就想用100 一告诉相机 相机一看 哦 这批小马 这个光线吧 也不是特别明亮 也不算特别昏暗 差不多 我用这个八分之一秒 能把这个画面拍的 比较清晰 亮度基本上是够的 所以 这就是 相机算出来的 这个快门值 算出来以后呢 你说我想用大光圈 是不是 那没关系 你这打个大光圈就好了 我们光圈只要大一倍 快门就会 自动的 被相机 往这个 速度快的那个方向 调一倍 那这样的话呢 就记满足了 你想使用大光圈的 这个愿望 同时呢 它又保证了 这个曝光啊 仍然处于一个 相机认为的一个 正确的值上面 这个亮度呢 不会因为你打到光圈 就变得太亮了 所以这就是光圈优先中 第一个案例啊 我们想使用大光圈 该怎么调 当然了 你想使用小光圈 就直管调就好了 你调到22 哎 我们来算一算 快门会到哪去呢 现在你把光圈调到 2021 2345 缩小了5倍 那快门速度就降低5倍 12345 快门速度会自动变为2秒 仍然保持画面亮度不变 相机会自动的 去适应你对光圈的一个要求 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 如果你想使用高速快门 怎么办 有人可能有点晕 就是我们这个客 这个客的名字 都叫做光圈优先 明明是人控制相机的光圈了 怎么又来了快门的事情了呢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通过控制光圈 其实就在间接的控制快门 刚才那个案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比如说吧 我们想拍出这样的画面来 是要使用高速快门才可以的 这个水的这个速度啊 是非常快的 一般的要高于一千分之一秒 才能把水凝固成这样 我们说过拍人 250就可以 但是这个水花啊 落着这个雨滴 我们可能要高于一千分之一秒 呃 我们怎么来把这个水花变得更漂亮一点啊 凝固下来 也很简单啊 我们使用光圈优先的时候 把快门逼快了啊 是可以扩大光圈 光圈再大一倍 快门就被我们逼快一倍 哎 如果逼到这了 你觉得它还是不够快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感光度 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了解了 只要我们在手动控制感光度的前提下 把感光度打得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的快门速度 肯定就能跟着往上走 这样一来呢 我们总有一下啊 能把这个快门速度打到想要的地方 一千分之一秒不是吗 我现在把感光度打到三千二 肯定就能实现这个效果 再反过来讲一个例子啊 我们如果想用慢速快门 拍出这样的画面该怎么办呢 这是很慢的快门 才能拍出来的流水的样子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很痛快的 把感光度先打到地 为什么先打感光度呢 因为感光度高的时候咋点大 对吧 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过这一点 把感光度先降到底的说 降了底以后快门速度跟着往下掉 已经掉到了三十分之一秒 这时候你觉得还不够慢 没问题 我们缩小光圈 光圈缩小了五档 快门降五档 到了一秒钟 哎 差不多能拍出刚才那样的画面了 那个浪的行进速度比较快的时候 一秒钟左右 能拍出那个浪丝的感觉 但还没有雾化啊 水没有变成雾气 但是呢 浪丝已经出来了 那个行径的方向啊 那个线条已经出来了 那么光圈优先模式呢 还有一些误区啊 大家容易犯的一些错误 我在这里也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呢 是有人会发现 哎呀 在我拨这个相机拨盘的时候 光圈不变呢 控制不了光圈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相机进入了休眠的模式 就连这个液晶屏啊 可能都不显示这个快门的数字了 那肯定是因为你长期没有碰这个相机啊 十秒钟二十秒以后 相机进入了睡眠模式 怎么办 哎 轻点快门 不是要你按到底啊 按到底就拍照了 是要轻轻的把它按到半状态 再一松开 我们叫点醒相机 相机就回到了这个正常测光的这个工作中来 不会睡觉了 只要在正常测光的工作下 你才可以看到光圈和快门数字 然后你才能调这个光圈 当然了 这个也希望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叶老师讲的课呢 是针对大部分相机的 有一小部分相机 即使睡眠也可以调光圈的大小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么还有一种误会 也是比较常见的 就很多人认为光圈一改变呢 照片的亮度就会变化 如果你使用光圈优先的话 这一点绝对不会发生啊 为什么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 当你使用一个光圈的时候啊 你改变一个光圈大小的时候 我们的相机 它会调整快门来弥补你的这个光线的变化 所以最终的结果啊 由于互役率的原因 它是完全一样的照片亮度啊 并不会有任何变化 那么还有第三个误会 有人认为 哎呀我这个曝光的三个参数啊 曝光三要素 是不是随心所欲可以调啊 那不是的 比如我几个例子啊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是用了一个一秒的慢快门了 那假设我还想要快门再慢一点 我顶多就是把这光圈调到最小 调到22 那即使我调到了这儿呢 哎我们的快门 它也顶多 就是下降到两秒 到这个时候 快门速度就到底了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没有更小的光圈可供选择了 我们也没有更小的感光度可供选择了 所以快门速度 对不起 你下边有很多的档位我知道 但是你只能停留在两秒了 再慢啊 就得出问题了 因为光圈和感光度配合不来了 所以我们摄影的不是画画啊 不是你想画什么样就画什么样的 它要遵循我们这个事物原貌 遵循我们这个环境光线的条件 要在有限的这个范围内来巧妙的运用它 当然了 我们其实也不是不能把这个快门速度降得更低 如果你是在房间拍照的话 关掉一两两灯 把灯关的暗一点 快门速度就会更慢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 给相机上一个ND镜 就是相机的墨镜 也可以降低进入相机的光线的这个总量 从而使我们的相机能够使用更慢的快门 这个在我们后面的复件课里面 再会讲到啊 ND镜的问题 现在你没有这个复件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 那在这堂课的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的实验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实验 我一步步的交给你们做 你们只要照着操作就可以了 第一步呢 是把光圈优先模式给启用了 给打开 然后第二步 我们把相机啊 要么就放到三小架上 要么就固定在我们的桌面上 如果没有三小架的同学 还是建议去采购一下啊 这个东西对于摄影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东西 相机固定好了 也就是说它不会再有任何的移动以后 我们进入第三步 请确保你拍摄的那个场景啊 没有任何运动的物体 就是有个人在那走来走去 有个小猫和小狗走来走去都不行 因为相机的测光是非常灵敏的 你进来一只白猫和进来一只黑猫 最后我们相机测出来的这个 快门值啊 测出来这个光圈 测出来这个曝光的结果 都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确保你拍那个方向 不会有任何运动的物体 第四 你还得确保你拍那个方向的环境光线 不会忽明忽暗 你别告诉我 那个人没有走过去 但你的家人 从台灯旁边老头老晃了晃去的 虽然这个台灯不在画面里面 但它的影子影响到我们整个画面 也不行 这个光线必须非常的这个恒定 不能有任何的变化 第五 然后呢 请你用光圈4拍摄一张照片 再用F5.6拍摄一张照片 8和11 22 各拍摄一张照片 全部拍完了以后 最后我们来观察一下 是否每一张照片的亮度 都是一样的呢 如果你的实验是比较严谨的 那么你将得到一个 非常一致的曝光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排除 相机的测光不稳定的情况 也有可能呢 你会见到非常轻微的上下浮动 但是总的来说 每张照片的亮度 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那这个实验的答案 其实我在刚才的课程里面 已经反复的跟大家讲过了 不过我们亲手来做一次 这样的实验呢 这个记忆会非常的深刻 所以希望大家呢 就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做一次 在完全掌握了这节课的知识以后 我们在下节课里面呢 要开始学习快门优先模式 和自动感光度的使用的技巧 那么学习的难度呢 会逐步加大 所以大家对待每一节课的时候 都不要掉以轻心 要完全地掌握消化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